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课文的内容 那上节课讲到瓦特,他呢,后来改良了一下他的蒸汽机 通过加上一个容器,叫做 来达到能够重复的回收使用蒸汽,避免浪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的两段 之前说他已经改良了一次了,对吧 那接下来呢,又做了一次改良 那他一看就是nouveau的一个名词形式,对吧 他可以指新颖,新奇的一些事物 或者是在原有基础上来做的一些创新 在这里呢,就是创新的意思了 第三个创新呢 后面这个做的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动词不定式的一些知识,对吧 如果他在句子当中做的是一个表语的话呢 那通常要用一个2来引导的 所以是, la troisième nouveauté 是,就是找到一个方式的方式 一方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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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但是我们主要注意permettre的这个用法 让某人,让某物能够怎么怎么做 让这个蒸汽能够去把活塞发动起来 接下来还有一个短语叫做 dans les deux sens dans les deux sens sens也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词 在我们的了解当中呢 它指的是含义 is,对吧 le sens 但在这个地方明显 它指的就不是这个语言上的含义了 而是 它其实可以指 la direction,方向的 所以dans les deux sens 就是in two ways 从两个方向 dans les deux sens 这个短语呢,我们也可以记住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课后的一个比较简洁的翻译啊 它是说 un moyen permettant à la fapeur d'actionner le piston dans les deux sens 其实就是使这个活塞做往复运动 也就是两个方向都运动 我们在前面课文里面所说到的 它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是 蒸汽先把它顶上去 然后它根据自己的重量 还有那个拉杆 再把它拉下来,对吧 现在呢 这种新型的蒸汽机呢 就是让活塞来做这个往复运动 两方面都去给它施力 负责什么 承担起这样的一个任务 de cette façon 通过这种方式 嗯,我们看de在这里也是表示 运用通过的意思 也是用来表达方式的 de cette façon 这个活塞呢 它就不仅仅是往上了 对吧 它的工作 为什么这里用一个引号 扣起来呢 因为 travail的主语一般是人 对吧 那它这里的主语是 le piston 火塞 所以可以说是 做了一个女人的处理了 le piston travail en montant et en descendant 它呢 会上上下下的 这样的来工作 两方面的 ce système est dit à double effet 而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就被叫做 前面我们有 la machine à vapeur à effet simple 单向的 蒸汽机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双向动力蒸汽机 也可以叫 複式蒸汽机 la machine à double effet bon 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段 relier à une pompe un levier ou une manivelle il permet la mise en marche de n'importe quelmecanisme 嗯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了 对吧 那首先 让大家找到这句话的主语是谁 主语 是一个人称在此 il 那么它指代的是谁呢 其实是上一段当中提到的 ce system dit à double effet 这个双向的活塞运作系统 il permet la mise en marche la mise en marche 其实是来自一个词组 叫做 mettre en marche quelque chose 就等于 faire fonctionner quelque chose 让它运作起来 那么 la mise en marche 很明显 是它的一个 名词形式 因为在这句当中 它用到的是 permetre quelque chose 这样的用法 所以后面呢 要加一个名词 il permet la mise en marche de n'importe quelmecanisme 任何的 机械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可以让任何的 机械 运转起来 所以这句话当中 我们首先找整 它的主干 就是后面半句 il permet la mise en marche de n'importe quelmecanisme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呢 有两个地方 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 la mise en marche 我们知道 它是由 mettre en marche quelque chose 来的一个名词 还有一个呢 这个 n'importe quelmecanisme 任何一个 表示任何的 一个说法 这两点呢 一会儿 刘家老师 还会给大家 补充一些内容的 我们先记住 这里的两个表达 好 它的主干 找到以后呢 那它前面半句 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对这个主语 进行一些说明的 一个同位语了 relier 连接 那这里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 补充完整 变成 quand il est re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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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 被连接到 一个 bomb 或者 gang gang 或者那种 驱饼上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 让任何的一个 机械 都运作起来 那这里它是可以直接用一个过去分词来表达的 对吧 relier 好 我们把文章完整的解读以后 再来看到刚才课后的那三个表述 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首先第一句 un gaz expansible 一个可膨胀的气体 est un gaz qui tente occuper en totalité l'espace dans lequel il se trouve 这个基本是 课本里的原话了 对吧 它也没有偷换概念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可膨胀的呢 就是指它能够 充满它所处的 那个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气体 那么第二句呢 un piston 一个活塞 这个词我们已经认识了 那么这句话的表述呢 un piston est une sorte de couvercle qui empêche la vapeur de s'échapper 我们判断一下 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应该是错的 对吧 而且它错在两点上 首先这里说 c'est une sorte de couvercle 它是一种盖子 这个概念就不对 那我们课文里的表述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 une machine à vapeur et c'est semblable un bourgeois 一个蒸汽机呢 它是原理和烧水壶 很像而已 并不是说 它就是一种烧水壶 所以它上面的这个活塞 也并不能直接说 它就是一种盖子 对吧 所以它这里有点偷换概念了 因此这个点就是错的 那么它后面的表述呢 也有问题 即使我们不看前面的 就说这个活塞 就是一个盖子 我们就把这个蒸汽机 当成是一个烧水壶 那这个盖子是不是 qui empêche la vapeur de s'échapper 是不是不让蒸汽出去呢 也不对 因为这个活塞 它是要在机器里面 去做运动的 Le couvercle de cette bouilloire serait lever et abaisser 它这个盖子呢 需要上上下下的 不停的在动的 这样才能够提供动力 所以这个第二句话呢 很明显 它有两个错误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第三句 这句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课文里面 找到原句 对吧 只不过课文里面那句呢 要相对长一点 那中间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去掉 就是说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它的主语还是 所以这句话完全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去掉中间的这一小段 就完全可以得到原句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了课文之后呢 对于这些细节的问题 应该也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了 好 接下来我们补充两个点 刚才讲到的一个 la mise en marche 对吧 它是来自一个动词的短语 mettre en marche quelque chose 等于 faire fonctionner quelque chose 其实呢 我们有一个 mettre家族 和mettre组合在一起的 而且是 类似结构的短语 其实有很多个 我们在这里可以总结的看一下 除了这个 使什么什么运作 mettre en marche 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我们也一起掌握 la mise en marche 我们还有 mettre a jour mettre a jour quelque chose 它指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句来理解 la mise a jour dang logiciel 也是用到它的名词形式 la mise a jourdang logiciel 一个软件的 更新 mettre a jour 就是说让它呢 能够达到 每天最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更新的意思 mettre a jour la mise a jour et puis on a aussi mettre en oeuvre mettre en oeuvre 它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例句来理解 比如说 mettre en oeuvre une mesure 把一个措施采用起来 实施起来 mettre en oeuvre 因为oeuvre这个名词 我们以前讲到 比如说 shed oeuvre 对吧 它的杰作 它的著作 除了指文艺作品之外 其实oeuvre 也是可以指工作 劳动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 那个课后练习里 有一个对吧 劳动力叫做 la main d'oeuvre main d'oeuvre 所以oeuvre 是有工作劳动的意思的 因此这个 mettre en oeuvre 把一个本身只是 纸上谈兵的一个 messure 措施呢 真正的付诸到 工作里面去 所以就是采用 实施 发挥它的作用 mettre en oeuvre des mesures 或者 la main d'oeuvre 这个词经常会出现 特别是在一些 报刊啊 新闻里面啊 所以很值得 我们一学的 la main d'oeuvre de quelque chos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叫做 mettre en valeur mettre en valeur 把什么什么东西 让它 发挥出价值来 这个可能大家 难猜一点啊 它指的是 开发 开发模样东西 mettre en valeur 可能原本它只是 一个构想 然后呢 通过我的一些工作 能够让它 发挥出价值来 就是 mettre en valeur 所以我们也有 la mise en valeur 嗯 我们会看到 这个 mettre加速里 有很多啊 应该还是比较好 区分 比较好记得 对吧 还没有完 后面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叫做 mettre en relief mettre en relief 那同学们 还记得relief 这个词吗 我们在上册里面 讲到法国的 地形 地形 地貌 就可以用 holy f 来形容 因为它可以 指一些什么 突出来的东西 包括浮雕 也可以用holy f 来指 就是说反正 不平的 凹凸不平的 尤其指 突出来的 那一部分 因此呢 mettre en relief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让它突起来 所以啊 给大家一个情景吧 雷文老师 讲课的时候 就可以把一个东西 mettre en relief 就是强调一下 把它加粗 放在很高的地方 让同学们 反复的去看 这个就是mettre en relief 所以我们就学到了 强调用法语 怎么说 mettre en relief 凸出强调 那它的名词形式呢 la mise en relief la mise en relief 最后还有一个 应该是我们 比较熟悉的 叫做 mettre en scene 把样东西 搬上荧幕 这个表达和我们 中文里也很像 对吧 mettre en scene 所以它的编语 一般是一个 电影啊 或者是一出 戏剧啊之类的 就可以用mettre en scene 它指的是导演 那我们有时候 会看到 la mise en scene dans un film 这时候指的就是 它被拍出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 la mise en scene 那一般来说 指的是 一个电影的出品 我们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可以直接说出品 它被拍出来了 肯定就是出品了 对吧 所以我们记住 mettre en scene quelque chose 还有la mise en scene 经常出现的 还有一个 翻译里的导演 现在问一下 大家怎么讲 有些同学说 un cineast 这个呢 一般是指电影人 导演的话 更加细化 他的工作 我们其实可以 直接叫他 mettre en scene mettre en scene 他是把这个作品 从一个剧本 搬上一幕的人 对吧 那除了mettre en scene 之外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 还学过另外一个词 他可以说和mettre en scene 是一个同一词 一个单独的动词 realiser realiser un film 把它变成现实 也是导演拍摄的意思 所以un réalisateur 也是指导演的 这两个词 我们也可以放在一起记了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